大家好,我是Mr.K 今天我們去銅鑼灣鵝頸橋街市找食,位置是保齡頓街 由街市搭升降機上一樓就是鵝頸熟食中心 一出升降機就聞到很大股咖喱和羊肉味 今天我介紹兩間餐廳,他們都是出名咖喱的 第一間就是海忌燒味 不說不知海忌的咖喱和燒味都一樣出名 咖喱汁拌燒味飯,你們先試試吧 坐下之後自動來一碗泥湯,我自己就一向興趣不大 循例上都喝兩口,也是猜到的味道,都不多說了 首先來的是咖喱與豬鴨腿飯 一上桌只看過賣相已經吸引 菜餅份量多之餘,飯也多,咖喱汁又多 始終大排檔碟頭飯,十足地盤老飯的大大碟 咖喱汁味道偏濃,又香又濃郁的咖喱味 這種咖喱是清真那種咖喱味道,不是港式日式那種咖喱 還挺辣的,比平常吃到的辣 這個咖喱汁不會令你失望 燒鴨原隻鴨腿斬件上,大大隻的咖喱肉味道好出濃郁的味道 鴨腿肉夠滑,肉質夠juicy,皮下脂肪又不厚 但不是脆皮是有點失望的 加上自家製的酸梅醬,味道比較酸,甜味比較少 還有燒制的作用,同隻鴨絕都是perfect measure 乳豬有六件,每件都大大塊,馬上都不錯 這隻乳豬是乾皮,但我自己比較喜歡吃芝麻皮 乳豬不夠脆,所以扣少少分,味道上都比較淡,不是太入味 肉方面是隻豬近住後腿和屁股附近的位置 所以肉比較多和瘦,其實吃乳豬最好的位置是辣骨位置 不像今天吃的那麼瘦那麼多肉 這碟是咖喱羊鵝飯,羊加鵝我都覺得怪怪的 但兩樣我都喜歡,吃得過癮就可以了 羊肉炆得夠軟,軟得來就不會軟滑滑,而是有咬口 酥味不重,部份羊肉會連骨 羊肉不會太肥,每件都吃到 如果羊肉加上少少脂肪一起吃,再拌勻咖喱,真的不能輸 鵝肉最重要是皮脆,肉嫩和多汁 首先這隻鵝皮一點都不脆,不夠酥化,皮也不夠脆 肉質上反而比較好,不會太過粉的感覺 吃起來肉比較紮實,但鵝比較瘦 所以脂肪比較少,令鵝肉不夠juicy 調味上不夠鹹,所以味道會淡一點 兩個飯加一罐汽水是147元 這間海忌斜對面就是清真偉忌,也是我第二間介紹的餐廳 聽說他們還是師徒關係,海忌是徒弟,清真偉忌是師傅 另外因為宗教問題,偉忌是不賣豬肉的,坐下先看看餐牌 見到餐牌買的東西兩間餐廳都差不多 不過一場來到當然吃最出名的咖喱羊肉 咖喱羊飯,咖喱汁當然跟海忌一樣都是清真類型 一樣都是香濃和重口味,辣味沒有海忌那麼辣,羊肉份量多 但是咖喱汁就沒有海忌給得那麼多 要求加汁要加8元,我心想你不要去搶 所以餐飯吃到大半就剩下白飯之後就放棄沒有再吃 接著是咖喱鴨肉飯 這間店最出名是咖喱,當然兩碟飯都是吃咖喱汁 鴨皮燒得夠甘香,鴨肉調味夠入味 味道剛剛好,不會太鹹或太淡 鴨本身偏瘦,所以不會吃到一層層很大的脂肪 雖然缺少了鴨油的油香,但整體上都不錯 古法蝦子柚皮,蝦子多,一點苦澀味都沒有 有柚子的清香甜味,清清的都不錯 兩碗飯加柚皮和兩罐汽水是$132 說到底哪家比較好吃呢?我不再出評論了 大家自己來試試吧 這條片介紹到這裡,希望大家都喜歡 大家記得訂閱和按鈴鐺,下條片再見,拜拜 而這個羊方 helps按鈴鐺 然後 media讚賞可以完成 Shaun總呼你 會不會ema aquest電汽風